快来看看,用多SDJ2022黑标奖的森生布袭,长什么样子吧? 这两张可是一般手卖的Sanky Onibi Promo卡牌哦! 这是小羊桌邮报制作的美美和面 这是说明书 玩家在游戏中,要透过召唤各种拥有不同能力的伙伴 种植树林,唤醒山林保护者,并抵御鬼火的侵袭 游戏规则简单,节奏轻快 在刺激的随机性翻牌过程中,玩家可以琢磨并建构自己的最佳保护策略 是一款艰巨乐趣和策略元素的极佳家庭游戏 这是游戏的精灵之环版图 这是游戏的森林个人版图和树架 在游戏中,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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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戏中 接下来是圣树立牌和各式各样的保护树板块 不停地暖沉中,尸戏中,尸戏中 尸戏中,尸戏中 尸戏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,就是各种美术绝美的动物守护者牌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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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就是森生不息的主游戏开箱介绍 接下来,介绍它的中文版专属豪华配件升级包 这些升级包并不影响游戏性 单纯提升游戏观感和视觉体验 喜欢的玩家购买时,也能询问店家是否有货哦 这是台湾玩家最喜欢的游戏桌垫,可以取代主板图,一个垫子拿起来铺下去就直接设置完毕了 这是游戏的单人规则和promo规则 基础版游戏,仅提供线上下载规则 英文也是 是,豪华套件直接附上 这是游戏中的关键元素 技术版,搭配压克力笔,可随时记录数值,方便注意游戏状态,英文版也没有哦 这是游戏的玩家指示物,豪华压克力升级版 这是游戏的塑胶收纳盒,可以用来收纳游戏配件 以上就是中文版的豪华配件升级包 本游戏台湾总经销是狗废火车 香港总经销Time to Play Games即将到货 赶快找他们洽询哦